羽毛球发力的原理是什么 身体做支撑 手指做发力 错误动作 我们很多爱好者是这样去抽 或者 你走关节要受伤 只能手指发力 大家示范一个 前点 抽直线 抽直线 抽斜线 这两边的球都能抽出来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 那个球如果是往后飞一点 我们比较常见的 正讲这是前点 如果球飞过来 飞到我的近身位 球飞得比较远 那么在这个位置抽球 手指先发力 手腕带旋转 然后小臂带前纵 小臂往前送着这样去抽 但是手腕也保持锁腕 这样去抽 因为它球比较远 那我就有发力空间 是一个 这个位置 正常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抽球 但是注意要锁腕 锁住手腕去抽 这个发力就发得比较好 OK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它球给的比较远 这球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 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前点 就正常位置 对吧 那球突然跑到后面去 对手球给的很好 给的很厚 这个球怎么抽 来我先示范一个 给一个长一点的 稍微平一点 这个没空 OK 就这种抽球 这种抽球是什么抽球呢 就是有点像反拍的抽杀 反拍的抽杀 做下慢动作 手腕保持锁腕 那个球过来了时候 这个地方身体一定要做一个支撑 就是你要身体紧一点 然后走关节往前推 走关节往前推 推走 然后旋转手腕 转针拍面 但是手腕要尽量保持锁地 让它少旋转 就不要这样去旋转 尽量是锁腕 推走 它会带一点点旋转 击到球的时候握紧 握紧的头 同时手腕旋转 加小臂前送 就是接我们正常的一个抽球 也就是在正常抽球的基础上 加一个反向的摆臂动作 正时候有个台中摆臂对吧 这样 这样 反派有一个反向的摆臂 打高远球的时候 这个摆臂动作 用到这 用到这 来 再试一个 抽血线 抽直线 抽实线 划拍 划拍 OK OK 这个就是后点的抽球 这种球 它其实就是反拍杀球的动作 我用反拍杀球的动作 直接用来抽球 前点只能用手指 中点 手指手腕带小臂 比较常见的 后点的球 带走关节的后板 这样去板 身体做支撑 这样 因为它球给的比较厚 它其实就给了我一定的 会拍发力的空间 我就可以用更多的动作来发力 简单原理就是这样 好吧